但它的泡是多到你不相信 剛才我咬了幾下 你看它的泡是這麼密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平時洗碗我一定會戴手套 因為其實洗潔精對我們的手是傷害很大 會很粗糙的手 保護自己戴手套 但其實這麼大龍鳳也很麻煩 而且很薄 因為平時我用的洗潔精是用這些 這些不出牌子 洗潔精有一個不好處 第二就是殘留了有害 第二就是對手部的傷害很大 現在我發覺到一個不是洗潔精狀 現在的洗潔精 其實是洗潔癡 這個如果不知道什麼事 你以為它是一個癡 其實它好像一塊高狀的椰子油 高效清潔的洗潔癡 它是平時的固體 只需要我們弄濕海綿 在這裡擦擦擦擦 抹一下它 完成 這個架面就已經有泡泡了 馬上有泡泡 而且我不用戴手套 就可以用它來洗碗 很方便 而且它不單是方便 因為這樣固體一塊東西 你便不用放一支支在這裡 又不用拿兩隻手去擠 用一下需要加的時候 再抹下去 很簡單 第二就是最好的 就是它對環境的傷害是沒有的 因為它的天然成分是日本製的 天然成分是不會像普通洗潔癡 去到海裡 然後影響海洋生態 而它洗的鍋 我用它來洗鍋 其實它很乾淨 其實它主要成分是椰子油 椰子油如果有聽過之前介紹 椰子油是一個很天然的清潔 很有清潔的介面 它是什麼味道呢 讓我聞一下 沒有味道 它是完全沒有味道 但是它的泡是多到你不相信 剛才我咬了幾下 你看它的泡是這麼密的 洗澡我們都是選擇這些泡 這些泡是一綿密 代表它的清潔效能都會有 而且它的去污去油 所以我是強烈推介 還有一個我差點漏了 就是這個一塊選擇 一塊是等於四支洗潔精 這麼多的份量 即是一塊已經可以用到你一個多個月 現在我們一套買四個 它只吸在那個長的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它兩個吸盤 接著吸在牆上 它是一個斜角的 所以你抹的時候很方便 它不會說要很垂直 吸上去就已經可以用了 它已經很穩陣 我們就可以單手都可以洗 單手都可以洗潔精 接著這樣洗碗 這個就是日本製的無鱗洗碗 這個我都很久沒有想分享給大家看